我呢现在在那个火车上 是开往上海的一趟列车 我这个呢是豪华的一个包厢 里面呢有一张大床 然后还有个电视 还有微生片 还有礼遇 是不是特别的好 这家车厢呢大概有20平 而且价位还不贵 122元 我现在给大家参观一下 这里呢有一张大床 特别特别的软 然后这边呢有四扇窗户 这边是电视 这呢就是微生间 然后这里是淋浴 我带大家上外面去看一看哈 我现在就带大家看一下 我这趟列车 对面呢这趟列车是太阳 开往哈尔滨的 那我这趟列车呢 是开往上海的 这边还有一个回家的 我要不要坐着他走呢 其实啊 其实啊 这个是一个宾馆 一共有两趟列车 他们可能是把这个火车吧 应该是给 呃 报废的买下来了 然后给他打造成宾馆 这个还是之前的一个火车道 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房间 有标尖是122 然后呢还有床铺的 上下铺的 上下铺的呢 是61位 嗯 这个宾馆呢 是在一个山上 晚上的话呀 地上有很多的 飞蛾 俗话有句话说的什么 飞蛾扑火 可大了这晚上 这里呢 还有一个青藏县 我一看到这个青藏县呢 我就能回想起 当时我用三天的时间 把青藏县给跑完了 真的是好怀念